剛剛的這個業務人員在篩選的話就非常簡單 你就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就自動幫我增加一個新的這個新的 比如說我們要找某一個人 當然還可以再更精簡這個地方篩選 那比如說我要找這個瑤瑤 然後就把這個複製貼上 然後按確定的話 最後就是可以看到結果是這邊有一個就多一個瑤瑤出現 那當然這個地方有一些按鈕 我想將來可以再把它做修正 ok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部分做完畢之後的話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突然你們老闆突然說 我覺得好像產業別也需要查一下 你這個系統還蠻好的 那你再幫我做一個產業別的查詢系統 你看說哇 這個老師就交到業務 產業還沒講那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嘛 我剛剛有講過就是說 如果你要更改 就指定聚集一下 然後編輯 其實你會發現 我看你們好像都字這麼小 這樣看起來也很痛苦 建議是趕快把那個字放大一下 不然的話可能會提早老花 提早提前的老花 這個可以修改一下 大概14差不多 好 那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把義務人員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 這個所謂 業務人員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叫做 根據這個產業別的話 其實複製 貼上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稍微改一下 改幾個地方呢 底下好像有改好 改一下 其實這邊很像 改 兩個地方就好 篩選 篩選業務 把它改成 篩選 產業別 對不對 那這邊 產業別 再改一下 對不對 然後再來改什麼 改這邊 本來是第三欄 那產業別在第四欄 對不對 所以改一下就可以 那其他這個條件 X這不用改 這些都一樣 有沒有 貼上貼上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呢 你會發現 只要改三個地方 就OK了 再增加按鈕 不就可以做出 篩選產業別了嗎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我只有改 複製貼上之後的話 再改幾個地方 改三個地方 尤其最重要是 藍 改成第四欄 其他不用改 好 那改完之後的話 你們直接按下那個 篩選 產業別 基本上 你知道 請輸入產業別名稱嘛 那比如說呢 我今天希望查的是資訊頁 那就直接把資訊頁打上去 基本上呢 他也會取得資訊頁 但是比對的時候 本來是比對的是那個 資訊頁 比對本來是 比對那個第三欄 本來C嘛 改成到D 所以按確定之後